好,下面我们看一概念 226页 那么这里呢有个概念关系图 多加了一个方向导数在这里头 这个数据一点,我们到17讲讲 但整体的概念呢我把它列在这 如果一个二元函数在一个点数 当时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概念关系的 偏导数连续 这个概念最强 如果一个二元函数在一个点数 偏导数连续的,立即推 这点是可为的 这是我们课本上这个定理的结论 你记住它 偏导连续必可为 好,大家注意啊 可为必连续 大家注意啊,是可为必连续 这个叫可为不是可导啊 在一元函数里面 可为和可导是重要条件 但是在多元函数里可不是啊 我们讲可为 我们实际上讲偏导存在呢 叫可偏导 一般也不叫可导了 是吧 所以大家先不看这一行啊 先看这一行 可为必连续 大家注意连续呢 必然极限是存在的 是吧 极限存在是指全方向 那么连续当然也是指极限存在的基础上的全方向 全方向就是指什么 很好 我们在基础上讲过啊 待会再给大家捋一下 就说你在XY趋向于XY0这个点的时候 你必须是四面八方均可到来 想起来没有 就除去那个无定义的路径 所有路径的极限值必须存在且相等 我们是不是才称极限是存在的 是吧 这个叫做全方向的概念 是吧 那么连续必然极限存在 可为必然连续 偏导数连续必然可为 那这一行呢 你把它把握清楚 好 再往上看啊 这个可为必然偏导存在 大家知道偏导存在啊 偏导数存在 它是指 沿着X轴方向 或者沿着Y轴方向的什么 这个一个确定方向的双侧变化率 它不需要全方向 双侧 但是它双侧啊 能听说意思吧 你沿着X方向 要有左右导数的啊 对不对 那么沿着Y方向 要有左右导数的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 双侧的变化率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是吧 好 所以大家看到 偏导数存在和连续 是没有关系了啊 以上呢 就是书一说书三的公共概念 就讲完了 是吧 考验曾经考过选择题的啊 你把这些关系要把握清楚 那么可为呢 变方导存在 这是书一的啊 为什么这个 要单独列一块呢 因为它在概念里 但是书二书三不考啊 简单说一下 这个书一的重线 你们是知道的 方导数是指确定了 某方向的单侧变化率 啊 这个条件更为苛刻了 好 这个呢 把它把握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 极限 这个不必啰嗦啊 Fxy X去X0 Y去Y0 那么极限 等于A 那么这个极限的 计算方法上来讲呢 我说过了啊 就算讲过了 除了罗比达法则和单调的准则 不能用之外 我们可以照搬 那么一元函数求极限的各种经典的方法 包括我们的夹背准则啊 是吧 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准价替换啊 等等等等 是吧 这都可以用的 待会我们看例题 好 大家看这个屏幕啊 也就是我们书上227啊 整个这一段啊 大家如果基础三十奖看的熟练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段 是不是就是基础三十奖的一种定义 我基础三十奖是不是讲了两种定义 对吧 这种定义 是不是就数学专业的定义 也就是同级七版的定义 我们讲过了啊 我不再重复 这里头呢 我就说一句啊 我们在趋向方式 XY趋向于XY0的时候 你记住啊 我们那个趋向方式指排除了 这个无定义的那些路径之外 所有的路径必须存在且相等 我们才称这个极限式啊 存在的啊 你把握住这一条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主要是大家听好啊 是要会算 我们待会来看例题 第二个 连续啊 那么极限如果算出来存在了 等于函数值就称连续 这不必啰嗦 是吧 等就连续 不等就不连续 这很简单的概念啊 第三 偏老数 偏老数的话呢 我们也讲过了啊 那么就是说 它是沿着 比如说 X0加DataX X0 除以DataX 让DataX去0 你如果把5R055上 盖上以后 你实际上看见的 就是一元函数 X的变化率问题 对不对 我们就称其为叫做 多元函数 二元函数FXY 在X0点处 对X的偏导数 啊 这个讲过的啊 我想你应该很熟悉的 这个问题了啊 很熟悉的 同理 如果你要算对Y的偏导数呢 那大家就让X0不要动 对不对 然后你看啊 那就是Y0加DataY FY0加DataY 减去FY0除以DataY 让DataY去0 那么这时候X0不要动 那么这个就算出 FYPX0Y0 它是指在X0Y0点处 对Y的偏导数值 那实际上就是Y的变化率了 在这一点变化率了 所以偏导数的概念呢 实际上应该是 非常好接受和理解的 那么像高阶偏导数啊 像二阶偏导数啊 二阶混合偏导数 我就不再介绍了啊 大家想能把握清楚 这里面啊 我希望同学们 在我这儿写个 再写一个注啊 Triple Star 近几年考研呢 喜欢考下面这样一个 大家对概念的理解 我就写的这空白处啊 你们跟我记记 你可以写的 227页这个空白处啊 我们 我来问大家啊 如果谈到这个表达是 Fx1-XY0 请问大家 这个东西该怎么算 Mindy老师经常会出现一个 这样一个事情哈 比如说他给 这个 Fx1-X1 比如说他等于零 请问你 Fx1-X1 是等于多少 啊 那现在看出来啊 就是Fx1-XY0嘛 就是这个Y0 就是取的E嘛 Y取的E了啊 他告诉你 Y取值是多少 那么请问 Fx1-X1 这个等于多少 很多同学 这个关系啊 闹不明白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公式你记住啊 我们说了 对X求偏导数 实际上是在研究谁 X的变化率 是吧大家 所以这个式子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先对X求偏导 是不是再把Y点Y0带进去 能听懂一些吗 他上等于什么呢 哎对了 我们知道对X求偏导 那么Y的值 可以先带 也可以后带 也就是求到之前带 和求到之后带 都是可以的 都相当的 所以我们呢 就写成了F5-XY0 先带进去 再对X求偏导 看懂了吗 所以我们说 如果已知 这个结果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说 则 FX1 X1 它就等于F 先带1 再对X求偏导 实际上 相当于0对X求偏导 还是0 看到没有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里面 你要把这个公式给我记住 再来 请问F5-Y1 你多看几个就熟悉了 X0-Y 这个等于什么呢 你说 如果已知 比如说 F1-Y 等于0了 则 我问你答 FY-EY 等于多少 好 我们回答 说这是对Y求偏导数 那就是Y的变化率了 对不对 大家 那么既然是 Y的变化率 那么这个X等于X0啊 可以在求Y导数之前带 也可以在求Y导数之后带 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带X0进去 然后再对Y求偏导 我这样说你懂了没有 所以呢 FYP-EY 它是等于可以先把Y带进去 然后再对Y求偏导 那么0对Y求导还是0 所以它也是0 这一段呢 是这个 你记一下啊 这一段是立体14.23的 这一段啊 就是立体14.23 没错啊 就是下一讲的立体 第14讲的第23个立体 用了这个知识 很多同学呢 在考场上 没搞清楚这个东西 那这个就麻烦了 对吧 好 我再问大家一句啊 再来一个 做个练习啊 请问FYP-0Y 你如果要看这个 你应该怎么写 很好 命题老师 就是希望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要算这个 这个X等于是带进去了 你就是先求导再带值嘛 他等于什么 先带值再求导 很好 你这个要懂了 到立体13.30 你也就会了 你可以自己打P座啊 这是立体13.30的 是吧 好 我上点难度啊 来了 我上难度了啊 我来上点难度了 现在的话呢 我现在再来说一件事了啊 我上点难度了啊 说 如果已知 我上点难度看看你会不会啊 比如说 如果已知 那么就是说 我的FX1'EY 等于2Y 则 请问FX1'EY G来看 这个没有难点了就啊 这个是不是当做G来看 对吧 所以实际上就是 G1'EY 是不是等于2Y 这样说能听懂吗 那G1'EY 等于2Y 那么现在问的是 GY'EY吧 这样说你懂了没有啊 我先不写FX1'EY 我这样写你就懂了哈 那我现在是 G1'EY 等于2Y 能懂意思吧 那么请问 GY1'EY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 是不是对Y求导 你对Y求导 是不是 X等于1是可以再去 Y求导之前带 也可以再求导之后带 对不对 它是不是就等于 G1'EY 然后再对Y求导 我说懂了吗 好 那么大家 G是谁 是不是FX1'EY 那么就是FX1'看好啊 EY 是不是等于2Y 那么请问 GY'是不是就是FX1'Y'EY 是不是就等于 那么FX1'EY 然后再对Y求导 看懂了没有 看懂了 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 大家自然可以说出来了吧 这个结果呢 就是什么 就是2Y 直接对Y求导 是不是得2 是不是这个结果是2 像说懂了没有 懂了啊 那么这个表达式的话呢 是在我们立题13.6里面 给大家体现出来的 请你做题的时候呢 把它把握好 这个屏幕啊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是我们在考场上 很多同学 没有搞清楚的东西 供大家参考啊 整个这个屏幕 你们一定要把整个这个屏幕里面 所有的这些 我说的符号 要彻底搞清楚 总之你记住一件事哈 就是说 不管是一阶导 偏导书还是二阶偏导书 那么就最后一个偏导书 那件事情的时候 你记住 如果对X求偏导 你记住 那Y值是可以先带进去的 你如果最后是对Y求偏导 那个X值是可以先带进去的 明白了吗 那么他给的条件 是先带进去了 让你求的时候呢 是后带的 所以你记住 先带和后带是一样的 懂了吗 听懂我意思了吧 就是后代Y0和先带Y0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好不好 我这个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啊 在以往的版本里面呢 我都是分别在题目里面各自说的啊 那么今年我给大家强调了一条这个 因为我们看很多同学 这个 这个 在考试啊 这个做卷子时候呢 经常在这里搞不清楚 好 我解释完了 这是偏倒数的啊 那么这就是跟基础阶段这个区别啊 我们要强调一些大家需要把握的东西 好 下一个可谓啊 这段呢 我们基础三讲也全都讲过了啊 你要忘记了可以回看啊 我就不再重复念了啊 这里面大家注意的几个重点了啊 看定义啊 那就是说 我们写一个全增量 看好了啊 我们写一个全增量 这叫全增量 对吧 到这一讲的最后一个知识点啊 就是偏维维方程 或者还有偏倒数等式里面 我还会通过一个例题 给大家介绍偏增量 我现在不说了啊 我们课本里 大纲里只介绍了全增量 是吧 那么偏增量实际上不超纲 我回头给大家介绍啊 你记住啊 我签几个账啊 偏增量的问题 不要影响我们这部分概念 我们后面再说 全增量就是x0 y0 都加了一个增量 看见没有 叫全增量 还有一个叫线性增量 就是a倍的datax 加上b倍的datay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用全增量 减去线性增量 它的误差 除以r 这个ro大家知道啊 是根号下平方数 然后让ro去0 也就datax去0 data去0 那么如果即选得0 那么z在这一点处可为 否则就是不可为 对不对 你把这个东西就保住了 对吧 所以在可为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把这个结果 把它记成了 那么就是我们的dx 它就等于 那么就是a倍的 就是roundz roundx 乘上dx 再加上roundz roundy 乘上d1 对吧 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做全微分 这就叫全微分 这概念呢 把它保清就行了 从形式上来讲 你要记住 判别可为 是用这三条啊 就这严格安装的三个部落去写 对不对 那如果计算的话呢 大家一般是用这个 用计算 在可为的情况下 是用这个 你大不了带P0点进去嘛 要就P0点之后呢 把P0点把它带进去 对吧 这个呢 我们在基础三十讲 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啊 这个没有必要重复 我们把时间花在后面的 对于题目的 这个认真分析上 凡是忘记了的同学 你可以回看基础三十讲 主要把握着两个 红笔写的 把握住 这个题目就不会有问题了 待会来做题 最后一个 偏导数连续 这个也不啰嗦了啊 用定义法求一点出的偏导数 用公式法求偏导函数 然后算极限 如果偏导函数的极限值 等于偏导数值 偏导函数的极限值 等于偏导数值 我们就称函数 在这一点的偏导数 是连续的 好 所以概念呢 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啊 这个今年啊 新增加的几个好例子 给大家讲讲 我们先来讲一下 例题13.3 和例题13.6 我先说一下啊 例题13.3 详细的给大家把 极限的存在性 连续性 这个偏导数存在性 和是否可为 我们做一个综合的小题目 这种题非常爱考 那么例题13.6 是通过这个一个 非常高质量的计算 让大家算了一下 这个二届混合偏导数 这里面的概念性和计算性 都非常强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例子 好 我们来看例题13.3 这道题目呢 分析 它就可以把 我们这个 要讲的 极限的存在性 连续性 偏导数存在性 和是否可为 把它综合在一个的题目里头 是吧 好 我们就先看极限了 分析 Limit X曲线0 Y曲线0 数上我说了啊 XY曲线0 这个跟那个写法是一样的 那么 FXY 那么它就等于Limit X曲线0 Y曲线0 然后把它跳过来 根号下 X方加上Y方 分析 根号下 E加上XY 开三十方根 减1 好 我们说过了啊 这个球极限的话呢 多元函数球极限 除了这个 Daniel的准子和 罗贝达法的之外呢 我们可以照搬 经典的 那些个球极限的方法 比如说 等下替换了 这个等下谁 很好 现在是 1加U的 α之方减1 叫U曲线 对吧 现在XY曲线呢 这个当于U了 所以是 等下于 α倍的U 所以是 这个是 三分之一 XY 对吧 好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极限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那就等于 三分之一可以提到前面了 Limit X曲0 Y曲0 XY 比上根号下 X方加Y方 对不对 大家 好 常用的不等事啊 来写一下吧 很简单了 XY的绝对值 小过等于 二分之 X方加Y方 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熟练啊 我们非常常见 是吧 前面也有 技术三奖也有 是吧 这个考的太多了 你不要看它简单 常用 不大常用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这样的话 U 这本就擦掉了啊 U 那你可以用加倍准则了 是吧 我们说 XY 比上根号下 X方加上外方 那么它的绝对值 是大于点0的 小于点约 那么刚才说过了 它的二分之 X方加外方 约掉它开根号了 X方加外方 对吧 当XY都去0是吧 那这个去0 根据加倍准则 这个极限 大家这些基本功要会啊 在考验的考场上 命题老师呢 对于同学们来说呢 他要求大家这些基本的技能 要掌握清楚 我再强调一遍啊 这个技巧 结论都可以记 但是基本技能 大家还是一定要掌握 这个在考试当天 是大家攻坚克难的 力气和法宝 这个是不能忘记的 是吧 好 极限存在等于0 且等于什么 F00 很好 那么这极限就等于函数值 所以说连续的 对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偏导数了 是吧 偏导数 那么就是 FXEP00 它就定义为 这很好写的 limit 第几个0不动 大家 很好 第二个0不动 那么对X偏导 那么这个第二个0不动 可以先怎么样 把它带进去了 是吧 那么就是 FX0 减去F00 比上X减0 让X曲线0 对吧 这个先法上大家很熟悉的 好 现在大家注意 X0 X去0是意味着取的是这里的点 对吧 因为X不得0 但是如果一旦让Y取0 大家注意 Y取0的话 这变成1-1 分子就是0了 那么这样的话整个就是0 0了 不用啰嗦了 因为F00也是0 是吧 0-0是0 那么0比上X 极限制还是0 同理 大家看 这里的字母XY 具有融换对等性了 所以我们马上可以说 且 FY1-0 同理也等于 对吧 所以两个偏导数都存在 且等于0 下面看可谓 我们算Limit X曲线0 Y曲线0 我们写全增量 那就是FXY 减去F00 减去线性增量 A倍的就是FX1-0 乘以X-0 再加上B倍的就是FY-0 乘以Y-0 对吧 那么这个就有了 看这个误差 除以如 就是根号下X方 加上Y方 那大家知道 这个极限要为0 它就是可谓 极限如果不是0 那就不可谓 好 我们算一下 这个是0 所以这块没有了 这个是0 这块没有了 F00是0 所以实际上是FXY 比上根号下X方加Y方 好 那么就相当于是 在Limit X曲纶 Y曲纶 大家把FXY表达是 直接超过来 是根号下 1加上XY 开三次方根 减1 是不是除以根号 大家再一个根号 是不是相当于是 除以X方加上Y方 对吧 大家 好 同样 分子做等价替换 它就变成了三分之一 Limit XX曲纶 Y曲纶 就变成了XY 比上X方加上Y方 对吧 上面二次比二次 同次的这种呢 大家要学会取啊 我们可以取 Y等于KX 这里可以不得了 取这种特殊路径 来算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推出 这个极限呢 就变成了 X曲纶 Y等于KX 再说一遍啊 这是曲纶的无穷路径 无穷多数路径 这只是取一些特殊路径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写成了 KX方 对吧 比上X方 加上K方X方 那么约掉以后呢 X方约掉就变成 一加K方分之K 这明显呢 这个就是不存在了 对吧 这个不用啰嗦了啊 K的不同 那么极限是不同 极限不具唯一性 所以不存在 所以立即推 它的这个极限不得零啊 不存在嘛 它不得零了 所以立即推 叫做不可为 这个就解决了 这个呢 选C啊 连续片道存在 但是不可为 这种考题啊 大家要常做啊 要非常熟悉的 应该说这种问题 不会为难住大家 这个题就讲了 这个题呢 Triple Star 最近几年 比较爱考的这种 这个有这个 新颖性啊 新颖性啊 计算性 这题也有点小综合在里头啊 很多细节要综合起来的 我们看一下啊 所以XY等于0的XY E的XT方TT 那么则 F对XY的二红合偏导数 在1点的偏导数值等于多少 这道题目呢 如果按照常规解法 我相信大家 如果只要有强大的计算能力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就直接来就行了啊 没有问题 先算什么 对X球编导啊 对不对 你对X球编导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这里面有个问题 我操作要写一下啊 我的FXY 它这样是等于 积分0到XY 那么E的XT方TT 大家是这个吧 然后你这里 你发现一条呢 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我这里头啊 直接如果说 对X球编导的话 这个没法球的 对不对 因为呢 这个上线里有X 对吧 大家 我们背景函数里也有X 我们说了这样的 变上线基本函数 球导是球不了的 对吧 大家 你是球不了的 所以这个题目 首先呢 你如果按照题目的 这个顺序来办 你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换圆 对吧 换圆就把X换掉就行了 所以大家想 这个怎么定啊 那很简单的啊 你就把X这要搞掉 那么T等什么 我说很简单 你T把它换成U 比上更好X 是T是不是就可以了 能听懂我意思吗 你这样的话呢 你的T方 大家想啊 你的T方 是不是就等于U方 比X 对吧 那么你只要再乘以X的话 是不是这个就变成U方 对不对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就比较简单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令 那么U比上 根号X等于T 或者说就是令 这个T等于U比 根号X 那么这样的话呢 来换圆 那么这就写成了E的什么 是不是叫U方 那么DT呢 就变成 根号X分之1 DU 能跟上吧 然后基本 那么T取0时呢 U取0了 T如果取XY 那么U取什么 大家看啊 U是等于根号X 乘上T啊 那么T取XY的话呢 那个U呢 就等于X的 二分之三次方 乘上Y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把它提出来了 把这个根号X 分之1提出来了 它变成了 0到X的二分之三次方 乘以Y E的U方比U 所以首先第一条 是吧 你在求骗脑之前 你首先要把FXY呢 通过换圆呢 把它划成这样 可以对X求骗脑的 我这样说 你听懂了吗 所以这个提到一个困难之处呢 都在这里 好 那么接下来就求了 我把这个顺序换一下吧 顺序换一下 你把它放底下来 把这个放上面去 是吧 你第一步呢 大家基本上 肯定是先写 F对X求骗脑 可是你刚写完这个 你发现了 做不了 是不是再换圆 能懂你是吧 思路上当然是 比较能够理解的 是吧 好继续 那么这样的话 那求导就可以求了 那么前面求导 后面不动 那么前面求导 这是X的 负二分之一次方了 对吧 再加上 那么这个就是 根换X的 五分之一 不要动 再乘上后面求导 那么这个可以直接带进来了 对不对 所以就写成了 E的 把这个整个上线 带到U里面去 变成了X的三次方 Y的平方 对吧 再乘以 上线对X求导 那就是二分之三倍的 X的二分之一次方 再乘成Y 把你当长寿看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 这个是 就得到这个 这样实际上 这个可以约的 这个可以约掉的是吧 可以约掉的 我这里都要提醒大家一句 你这个换原理呢 是默认我的 X是大于零了 对吧 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当然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待会带的值 大家看是不是1这个点 所以我X是可以 对 认为它大于零的 能听懂是吧 你是在1这个领域里头 来做的这个工作 所以X大于零 这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我就不再啰嗦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算出了 F对X求偏导了 那么接下来 你要算的是 F对Y求偏导 再带1这个点进去 对不对 好 大家注意一下 你接下来要对谁求偏导数 答得好 要对Y求偏导数 那么请回答我 整个这个函数 对吧 大家 要对Y求偏导数 那么是不是就求Y的变化率 那大家想一件事 这时候呢 你最后要带1这个点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带件事 当你要对Y求偏导数的时候 那么X的值 是可以先带进去 这我们讲过了 那你对Y求偏导数 是就Y的变化率 那么X的值呢 取这个1呢 你可以在求Y导数之前 带1进去 也可以在求Y导数之后 带1进去 对不对 大家 明白了 所以我们先带X的1了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了 基础介绍讲过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立即推 当X等于1时 我们先把这个值就算算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 我们这个表达式呢 就变成了X取1了 这就是 负的2分之1 积分0到Y E的U方 DU 是吧 然后再加上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X取1 就是2分之3倍的 E的Y方 乘上Y 跟上啊 跟上 那么这时候把X等于1进去了 然后大家想想看 你接下来 是不是求的就是 什么 很简单了 你接下来求的 这个时候 这个表达式是等什么呢 是F X一撇 是不是叫 EY 能明白是吧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因为你已经对X就偏倒数了 然后把X等于1带进去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求的 就是 F X一撇 再对Y求偏倒 EY 没有东西是吧 我再强烈一遍啊 你在 接下来是对Y求偏倒 可以先把1带进去了 所以就把这个1带进去了 然后再对Y求偏倒 能听懂吗 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呢 就求偏倒数了 那么 负的2分之1 很简单啊 Y带进去 E的Y方 是吧 再加上 那么这个就是2分之3乘上 前面球导后面不动啊 前面球导是1的Y方 乘上2Y 那么再乘以Y 再加上 2分之3 E的Y方不动 Y球导是1 对吧 好 然后最后呢 你把这个 F X Y 2 1 1带进去 把Y等1带进去 那么就是 负的2分之1 E 加上2分之3 这个2约掉了啊 加上3 加上3倍的 那么Y取1嘛 所以是1 对吧 再加上Y取 2分之3 E 对吧 这样算一下 等于几呢 很简单了 2分之3 减去2分之1 还是1 1加3 4倍的E 最后答案呢 写的是4倍的E 这个答案填4E啊 5分啊 这道题目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按照正规解法 我们是完全会把做完的 4E嘛 但是呢 标准答理呢 还有一种 那我就直接再写一个了啊 这个命运导师呢 认为大家如果能够 知道 说 这个F XY啊 它的二级混合偏导数 在E这个点呢 是连续的 那大家知道 如果二级混合偏导数 连续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 Round方F RoundX RoundY 在E这个点的值 那它就等于 Round方F RoundY RoundX 在E这个点的值 所以这个答案呢 还可以先对Y求变导 再对X求变导 这样就不用换圆了 因为什么呢 你看你摄像线里有Y 但是背景函数里没有Y 这个求导就不用换圆 比较简单 我写一遍啊 但是很多同学会想啊 我这样回答你啊 你去去去实实啊 你可以求出来啊 二级混合偏导数的时候 你才晓得二级混合偏导数是连续的 对吧大家 能听懂我意思吗 啊 你这个不带E进去 你再求Y的偏导数 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再求 你去去实实会知道 它是连续的 可是如果你不会求 没有求之前 我想在考场上啊 很多同学是不敢这样做的 能听懂我意思吧 就是你这个 你没有换圆是吧 或者你没想到换圆 你就不知道这个X求导该怎么做 对吧 那么你就可能没有这个信心啊 你既然不会做 不敢往下做 你就没有信心说 这两个二级偏导数 求出来是连续的 能听懂我意思吗 那你就不敢说它来相得 所以我觉得啊 大家还是用我这个方法 做比较稳妥 你的计算能力是足够强大的 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吧 但是大家如果啊 确实知道啊 因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那么这个是E的优次方 那么上限也是这个XY乘起来的 实际上这个变积分求导之后 最后的结果呢 这里面是连续的 在E这个点啊 在领域里面 确实是连续函数 那大家可以这样用 可以这样用 我写一遍啊 大家看 就是另外的解法啊 另外的解法 那就是先算什么 F对Y球偏导数 对吧 那么这个比较简单了 我写一遍啊 它是0到XY E的那么XT方 DT了 对吧 所以你这个先对Y球偏导数的话呢 你得到的是直接带你来了啊 这个直接带你来了 就是E的X乘上X方 X三次方了 然后Y方 对吧 再乘上XY对Y球导 剩个X 对不对 大家 你看这个比较简单 是吧 然后呢 我们挺好啊 接下来也是这样 我们把谁带进去啊 你接下来要对X球偏导了吧 对X球偏导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先把Y带进去啊 Y等一时 他带进去 那就是你写的是 F对Y球偏导 因为接下来要对X球导了 是吧 所以X不要动啊 你把Y等一可以先带进去 这样呢 变成了X乘上E的X的三次方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再来 那就可以写了 FY一撇 X一撇 XE 是吧 那么对X球导上 前面球导后面不动 加上前面不动后面球导 E的X三次方 再乘3X的平方 对吧 然后呢 你再把 FY一撇 X一撇 再把E带进去 那么这就是E 加上 三倍的E 也等于4E 这个做出的答案是一样的 当然你会发现 这个方法是快一些的 快一些的 在考场上 很多同学是 不敢用这个方法的 毕竟 大家知道 5分呢 10个文言填空 是不是 你们英语里面 10个文言填空 很多同学不一定敢这样写 我这样说 在考场上 用我们这个换员的方法 你做 最多比这个 多个一分钟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你倒可以检验一下 你用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检验一下 填空题 把它做出来 这个题就讲到这里 但是我说了 这道题 在现在考验当中 应该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这种考法 那很新颖 是吧 计算量要求的 还是比较大的 我对大家的要求是 你既能够用技巧性的问题来解 就是交换它的敲导次序 但同时我还是希望你 就是按照原来的顺序 你也完全可以能够把它做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更为稳妥的 我们不强求 我们也不可能说 我们讲的很多技巧 在考场上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每个学生都想得到 我想大部分同学可能还会按部就班 如果你能够考虑到实际情况 每个同学考场上是按部就班 我觉得这种基础的 强大的计算能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从这个题目当中受到启发 好 这两个例子讲完之后 大家再认真把其他的例子自己做一做 尤其是这个例题13.4 例题13.7 大家做一做 做完之后的话 我这个你当作业做了 我这个有相应的视频讲解 你们做完作业可以看视频讲解 即使不看 还是这句话 这个例题13.4和例题13.7很重要 大家也把它做好的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第一个部分的概念问题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